特朗普就说他自己这个星期就会被拘捕 就号召支持者就抗议 这个是美国政治极化的一次突出的体现 政治极端化已经是成为美国现在政治最显著的特征 那么美国内部的政治格局来看 政治光谱是逐渐就从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 就转为两头大中间小的橄榄形一个这样的结构 变成很极端两别最多人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复杂 那么就有学者认为主要是有四个方面 第一就是美国的贫富的差距是拉得很大 还有社会矛盾是激化 这个是美国政治激化一个最主要的根源 那么从他的传统来看 美国是崇尚自由竞争 倡导市场经济 那么在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上面 他们是更加注重效率的 胜者为王 这个是令到美国快速发展 成为世界霸主 但是同时是造成很多不平等的问题 这个是一个社会很大的隐疾 其实贫富不公 在美国可能大家不知道是一个相当大的问题 美国富裕的社会 但是只有几个百分之人有钱而已 九个几个百分之人都是没有钱的 是一个相当 其实是一个金字塔形 如果是一个经济学历的层面说 是一个绝对一个金字塔形的社会 其次原因就是 但是美国有两党制的 两党和党派之间的博弈化 是越来越劣质化 做的手法越来越差 造成了美国政治 是极快一个制度性的原因 大家都知道 两党希望是追求上台执政为目标的 变成了两党之争就成为一个常派 造成了一个社会 这种党争造成一个制度性的一个问题 社会矛盾就是不断地增加 第三就是他现实的社会发展 因为选举制度的关系 就冲击到这个社会的发展 这是美国政治人物极化一个直接的原因 就是跟他的选举制度有关 主要是归纳有三点 第一就是那些大额的捐款人 只会将钱捐给自己支持目标的候选人 对他那些就会将钱捐过去 另外就是政治人物之间 是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沟通的 不会有协商的 第三就是美国的选区的划分 有些是特别的 有很多人觉得是不公正的 导致到那些候选人只能够选取一种极端化的立场 去突出自己迎合选民的倾向 就是某一些区的选民是有什么倾向的时候 你变成了你那个政策各方面的取态 都要迎合选民变成一种极端的典型 第四就是大家可能没有留意 就是现在的新媒体的发展 就令到美国社会的政治观点是极端化 这个是一个趋势 意思就是说 大家都看现在是一种自选的媒体 比如说看某些媒体 社交媒体那样 如果你是某一种倾向人 就看来看去都看回自己那种 那变成了一个美国流行的一个现象 就叫做信息检房 检就是蚕检的检 就是大家困在那里 看来看去都看那些 接收同一个信息 那变成了一个自我封闭的状态 令到思想极化的情况是越来越普遍 那美国作为一个世界霸权的国家 那它国内的政治形态是一个雅铃形的结构 那但是它对外就会影响到了 就是它自己本身的这样的结构 就影响到它对外的政策 那么主要是有五个方面的 影响到外面的世界 就是美国的政治结构 第一个就是美国的政治极化 就导致到对外的政策 也都是极端化 因为它自己是很极端 那变成它对外的政策也很极端 那么加剧了国际形势的动荡不安 就成为了是扰乱世界和平发展的一个 其实是一个破坏性的力量 那美国就经常看到 它为了削弱它的战略的对手 就捆绑它的盟友 就挑动很多地区的紧张局势 甚至有时是鼓励战争 那比如说有些人说 乌克兰危机就是一个美国典型的例子 那第二个方面就是美国对外的政策的极端化 因为它本身很极端 就导致全球的大国关系 是严重的那样国化 那事实上就是美国是某一个程度上 是推动着新的冷战格局 那这个对人类的文明发展是构成严重的威胁 第三个方面就是美国的政治极化 它本身极化 就会被全球的治理造成很巨大的破坏 比如简单说 特朗普执政的时候 他就要退出巴黎协定 世卫组织 一些多边贸易机制 他全部都不玩 就是要退出了 但是拜登一上台 他就宣布美国回来了 有的话就去参加了这些机制 那令到其他很多国家 根本上就对美国摇摆不定的政策 是无所适从的 那第四方面就是美国的政治极化 会对世界有什么影响呢 就是它引致美国对外的政策 反而会变成一种僵化是不能动的 因为它自身的斗错机制 是发挥不了应该有的功能 因为原来它政治极化 有两党之争 任何妥协都可能招致到 另外一个党的猛烈的抨击 因为它互相斗争 变成了它订了出来 就转不了弯 限制了本身执政的党 和政府战略的回旋空间 反而受到很大的限制 第五方面就是 如果两党的政策方向是一致 刚才是说斗争 那就没得回头 但是如果比如说民主共和两党 它的政策方向是一致的 但是它为了要区别对方 譬如说我和拜登政府 和特朗普的做法是不同的 那就要比谁的态度更激烈 更极端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 就是美国对华 对中国的政策 因为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了 美国党争的一张牌 大家基本方针 就是对华 是要斗争 是不友好的 但是它怎样去区别 这个党和另一个党分别 就是斗激烈 斗極端 那两党互相 现在我们看到也是 美国也是这样的 民主共和党指责对方 对中国太软弱了 因为不够极端了 所以就形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 因为它两极化 它要跟别人不同 所以它当大家认为 政策对某一样东西是一致的时候 它做得更极端 更激烈 这个就是这位学者 分析现在美国的政治形态 简单讲讲 另外一个就是美国学者 另外一个学者就是说 有一些国家就很怕中国会成功的 因为如果这样做 因为为什么中国成功 就在某种程度上 就是令到他们自己的国家 或者是制度看起来 就很差 所以他们为了Defense 保卫自己 每天都在批评中国 这位学者就是泰和智库的研究员唐恩 他表示 他为中国对抗疫情付出的努力 表示赞赏 但是同时 他说在西方很多 在疫情的话题上面 抹黑中国 他进行帮中国有一些批驳 首先他注意到 就是目前有三个方面 对2023年的中国经济走势 做出了评估 第一个就是世界银行 国际货币基金 这些国际组织 第二个就是一些商业的金融机构 高盛 摩根大通 经济学人等等 第三个就是一些中国的经济学家 对于三方面的评估 唐恩就给出了自己的观察 第一个方面 就是IM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亚洲开放银行 这些机构 是比较注重过去的 因此他们对中国的经济 今年的复苏是比较謹慎 还有评估是严谨一些 比较保守一些 但是商业机构 比如高盛这些 他关注的是现在 和很短期的未来 认为他们看到中国 是成功地抵御了风暴 抵御了疫情 保持了增长 所以他们看到 中国是很多机会 这些商业机构 反而在短期的因素 很快就会回到中国 做生意去投资 而他最后说到 中国的经济学者 但是他们就关心的是 过去40年的发展 并认为过去是成就 将来是延续未来 所以他是持一个长远 延续性的有机的角度 去看中国的发展 看到中国有大量的需求等等 简单我跳过去 讲到他最后的结论就是 唐恩就认为 中国基本上是从 一窮二百发展起来 40年来 中国是令到人民摆脱了贫穷 已经是迈向中等收入国家 是一个经济的奇迹 这个其实大家都知道的 在中国40年来取得的成就 他就认为在部分人看来 是对美国例外主义的挑战 好了 我们来解释一下 什么叫美国例外主义 所谓美国例外主义 就是认为美国的制度 是唯一可行的制度 真的很多人相信 美国很多人相信 就是说他们美国的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制度 是所有国家必须仿效这种方式来发展 才有可能成功的 如果其他某一个国家采用了不同的模式 竟然甚至是比美国更加成功的话 那美国人就会进入了一个防御的模式 就非常之不高兴的了 因为他们是相信美国以前的成功的方法 是唯一世界上的方法 那么任何人用这个方法 都是不可能成功的 那么他竟然看到有一个国家 中国的发展比美国更快更强 还要超过他 但是他的模式跟他不同 那么市民又美国又怎样可能会接受呢 那么就是因为中国的成功会 会令到在某一种程度上 对在美国或者其他西方国家来说 他们自己本身的制度是很糟糕很差 但是如果唐欣就说到 其实他们不需要这样每天去批评中国的 因为事实上中国是没有要求 其他国家实行中国的制度 而中国反而认为 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道路 都可以做出自己的选择 那么每一个国家都是自由能够选择 帮助他们自己取得成功的模式 而是不受到其他国家的干扰 但是唐欣认为 道理虽然是这样 但是有一些国家根本是接受不了这个事实 那么特别他认为是美国 大家好 石楼台已经简化了订阅的流程 不用验证电邮 想付费订阅石楼台更加方便 我们都优化了视频播放器 网组比较慢的时候 都可以看得流畅的 如果有任何关于订阅 或者是使用的问题 欢迎你联络我们 你可以在香港办公时间 致电3181-3890 或者是用画面上的这个地址发电邮给我们的 石楼台有很多独家的内容 例如10分钟看中国 是其他媒体比较少说的中国新闻时事分析 石楼台欢迎全球的观众订阅 在互联网搜寻巴士的布 去巴士的布的网站 就可以找到石楼台 希望你们支持巴士的布订阅石楼台 多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